主播3600遍 看我今天遍 海铁吊车员 台北七堵吊车场 海铁西部干线的起点也是中阵 火车要安全行驶又准点 必须先在这里通过安检 今天搬鼓一下 超过三顿重的故障车厢要移出 机车头南北转向 都是吊车员的工作 司机往前是半盲 往后推是全盲 那有某个定位的车 我要先跳一下 跳车超危险 还要拿着红绿双旗 指挥司机员 前进 后退 停车 那每天要跳几次啊 我跳五六几次也有 跳的时候我不想死啊死啊 真的 真的就在你眼睛就看车 你在你前面 我躺下去我不能喊 我搞不好有个动作 我刚刚手都没有了 手脚都没有了 在铁轨间穿梭工作 随时可能和火车擦身而过 吊车员一刻都不能分神 把火车掉头 车厢换好 连结自强号电气线 更是费力工作 好 盖子掀起来 十公斤重 八二十五 最重的 一天要搬几只 有时候晕机 大概十几只 一天搬重几百公斤 而且师傅用单手就能搞定 人到我只有声音够力 一 帮来帮来帮来帮 要慢慢地放 不能太快 太快的话 这个会碰到坏的话 电池又不能走啦 电不来了 没这电气线 火车根本不能跑 举光号电气线街头小 但不但也费力 连结还得有优势 上下 上下左右 对吧 真的不是我方法错吗 你这样跑不出来就正好 你这边拿着车 你这车 你这车就好了 十五分钟内要完成车厢连挂 火车要换轨道 要速速挪动转车器 好 别别别 之前有个新晋同学 要走 去不走 对啊 老塞出骂 你都老塞的 不管晴雨 寒流来还是大热天 为了让火车正常行驶 吊车员全身总是弄得脏兮兮 他们戏称这是爱景也磊流 想要成为台铁的吊车员 必须通过国家考试 另外一千两百公尺 必须在时间内跑完通过的话 起薪接近三万五 大家安稳坐着火车 快乐出游 平安回家 背后有他们默默付出的身影 海铁吊车员 谢谢您